那這條題目呢,就問M是什麼數值的人呢? 這條方程會有兩個Woods 會有兩個Woods 那首先,一條方程如果要有兩個根的話 這一條一定要是二次方程 如果是一次的話,那它最多只會只有一個根 那這條一定要是二次方程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說,X平方前面的這個系數呢 不可以等於0 在不可以等於0呢 也就是說,M不可以等於5 那如是者,我們就可以繼續討論了 究竟一條方程必定要有兩個實根 那就是轉化為代數式的話 在說的是什麼條件呢? 那它就說,我們看一看要借助這個判別式了 就是看它的determinant 那就是這個b平方-4ac的這個東西呢 它需要大過或者等於0的 那如果等於0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它也是會有兩個... 那你記住,是等於0的情況之下 它也是會有兩個實根的 只不過這兩個實根是雙等,會有重根的意思而已 那由於二次方程呢 那二次方程的意思就是這條色會有兩個x都適用 那所以就會有兩個根 那對於這一條有兩個實根的判別式 我們看一看,代算abc下去會變成什麼樣了 那這一條b呢,就是這個-6 這個-6 -6的平方-4 a呢,就是粉紅色間了線的這個 5-m 那而c呢,就是這個了 m加5的 那這個東西呢,需要大過或者等於0 那然後我們看看 這個東西呢,就可以變成 25-m的平方 這個大過等於,我們把這個36 踢過去就變成-36 那這個-4 踢過去呢,就是除4 那這個東西呢,36除4呢,就等於9 那所以我們總結呢 m的平方呢,就需要大於 m的平方是需要大過或者等於16 那解了出來 m呢,這個是一個一元二次的不等式 那解了出來呢 m是需要小過或者等於-4 另外一個呢 m呢,就需要大過或者等於4的 那剛剛說過,聯合這個m不等於5呢 那我們 串起來呢,就是這一條式 m的取值範圍了 m可以小過-4 那m又或者可以大過或者等於4 那但是m呢,就不可以等於5的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條題目呢,就涉及到兩條方程 那它又說第一條方程呢,它是沒有實根 那叫我們研究一下第二條方程 它的根又會是怎樣呢 那我們可以從沒有實根這個作為出發點 沒有實根就是說第一條方程 它的determinant,就是它的判別式呢 是需要小過0的 那如是者,我們應該就可以 得到一些關於m的某些資訊 那這些資訊呢,應該就可以幫我們 代入去第二條式的m 那從而呢,就可以conclude一下 究竟方程2的根又會是怎樣的呢 那事不宜遲,我們就開始看看了 那,關於這個方程1 方程1它的determinant呢 那我就寫了determinant 接著旁邊給它1字 那就說這個是方程1的determinant 這東西呢,就是b平方-4ac 那這次b平方呢,就是這個了 就是4乘以m加2的平方 減4a,這次是m,c,這次是m加5 那這東西呢,是需要小過0的 那如是者,我們整理一下呢 就會有-4m加16個 那這東西呢,就小過0的 那跟著呢,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 m需要大過4的 那如果不是呢,就第一條方程的這個模式根條件就不成立了 那跟著呢,我們搞定完 用完這個方程1了 那方程2又怎樣呢 先說這個是方程2先啦 那方程2,首先這一條這樣的方呢 它未必一定是一個過差的equation 它未必是一個二次方程的 那怎麼這麼說呢 如果我不小心代了m等於6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x平方這一項就沒有了 沒有了的話,那只不過是一個 關於x的一次方程 就是x的線性方程 那x就只會只有一個解 那所以如果 m是等於6的話呢 那這一條方程呢 那我寫說 這一條方程 方程2 那就 就 只有一個根 那 那我們討論完m等於6的情況 那當然就不可以忽略m不等於6的情況啦 那 如果m不等於6呢 那我們還有一個條件的喔 就是 這個m是需要大過4的 那之前剛剛說過了 m需要大過4的 那把它拉過來用啦 那所以呢 這個我要加回m是需要大過4的 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們又看看方程2又會怎樣呢 那我們討論關於一條方程的根 都是這句啦 我們要用這個determinant這個方式的 那所以我們有 關於方程2的determinant 那我就記造這個determinant 旁邊有個2 delta2 這個東西呢 又是b平方-4ac 那這次b平方呢 又是這個 所以都是4m加2的平方 減4a a是m-6 c是這個m 那這個東西我們整理一下呢 就會變成 sho即是4 4乘以10m 再加4的 那 ortof 由于我们辰早就已经constring了这个m是需要大过4的 所以这一块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大过0的 我们既然有一个determinant 这个determinant最后是大过0的话 即是这个equation在m不等于6的条件 而且m必定大过4的条件之下 我们就可以总结这条方程2 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根 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判定 关于方程2的根的特性